他一直在解析 不過你聽完七天沒有人就會寫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生氣了 一二三 但是我一開始就覺得很恐怖 因為那個寫坡 再來我用酒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恐怖 再來我還有塗一個東西上面 我們再抱一次好不好 我們要抱著 對啊 對啊 我們要 你是不是這樣 臉過身上這樣 他一直在解析 不過你突然七天沒有人就會寫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生氣了 一二三 我覺得他很聽話 他是一個真的非常乖愛的小孩 他非常照著我的指示去做 他到後面其實我覺得 他是一個水性非常好的小孩 捕陽的方法是正確的 所以他今天其實進步蠻大 他是從一個第一次接觸水這麼深的人 然後到一個到最後還蠻自在 可能因為這一陣子培養的信任感 這個我覺得蠻好 蠻有成就感的 但是我一開始就覺得很恐怖 因為那個寫坡 再來我用酒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恐怖 再來我給我塗一個東西上面 再來看陽光 這樣 好舒服 好舒服 你看到鴨角背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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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重點是讓他們習慣泳池 跟習慣水 不一定說要讓他們學到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是今天的重點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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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環節是滑水道 其實滑水道呢 江碩就衝第一個說我要玩 所以我就先帶他上去了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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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BO 你吃了嗎 最遲的那個溜滑水 超好玩的欸 然後看到他是從上面滑下來 好像慢慢滑下來 所以我拍到好幾張 江碩超可愛的照片 小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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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了嗎 然後我拍到最模糊的就是 任何國國的組合 果國加米菲 不知道為什麼 果國的速度都快到爆 3 2 1 出發 3 2 1 出發 為什麼你們的都好快喔 所以很多張都是這樣 死掉 可能是因為剛好是一般人游泳褲 或者什麼的 會有一些阻力 像我的可能就是因為剛好是 變成是屁股接那個滑水道 所以我每次怎麼溜都超快